大家好,我是Lukas 我是Lukas,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那是我的藝名,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再私下 簡單介紹一下我的背景 我畢業於親到福科所 我現在在EZtable擔任Product Manager 同時我也是Revert校園網路媒體的共同創辦人之一 那大家今天聽了那麼多的演講 然後場內又那麼熱 我想說分享一些,先講一些輕鬆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海報,這張海報是交點的夥伴幫忙製作的 然後上面有一個很假掰的照片 對,然後這不是我挑的 我不知道他們從哪裡找到以前那麼假掰的照片 然後如果大家有覺得有欺騙社會大眾的話 跟大家先說聲抱歉 對,不過呢我覺得 就是這位夥伴,交點夥伴做的這個 他很有做媒體的前職 因為很明顯看不出來他的包裝和行銷做得非常好 對,OK 那在開始之前就是想問一下 大家覺得什麼是媒體 OK,那媒體其實是一種 媒體其實是一種傳遞訊息的一個媒介 像以前的話就是,杯哥長出 各自就是一種媒介 然後以前的黃榜的話,公布欄也是一種媒介 那到現在的報章雜誌啊 新聞媒體 大家都很不想擔心 大家才剛放假 大家才剛放假而已 然後新腔新聞媒體,報章雜誌這種大眾媒體 他們都是一種傳遞訊息給大眾的方式 但是大家可以發現這種傳統的大眾媒體 都是單項的傳遞訊息給大眾 然後我們都是被眾接收的 那媒體真正發生一個很大的轉變 是在網路的出現 網路的出現之後呢 人人都可以變成媒體 像今天的許多講者 其實他們都是媒體之一 他們可以將自己的想法、熱情 透過網路快速的傳遞給所有人知道 那同時呢 媒體又從以前的單項的溝通 變成現在可以雙項溝通 所以這些媒體人他們可以透過網路 互相的溝通交流 甚至形成一個社會聚落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Social Media社群媒體 那社群媒體可以產生很大正向的力量 但是呢 社群媒體其實它也可以 簡單一個便當就可以毀壞台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對這個事件有沒有印象 對它就是菲律賓那時候 攻擊我們的漁船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女生她就PO文 然後PO文之後說 台灣人都不賣便當給菲律賓人 那時候造成了九萬多人吃的分享 然後其實就影響到國際媒體都開始注意這個事件 然後就是簡簡單單一個便當的PO文 就造成我們台灣的民生的敗壞 對所以其實網路媒體的力量是非常可怕的 那 網路媒體 所以大家在看一些網路媒體的時候 其實都要多多反思去思考說這個 訊息是不是正確的 那就好像剛開始一開始海報 對我的海報的話 就是走天假掰可能落差有點大 對 所以就要思考媒體 在自己看的時候要有獨立判斷思考能力 OK 那也是因為這樣 我和我的一群最同道合的好夥伴 就是希望能透過媒體 網路媒體 能產生一些更正向的循環給社會 所以呢 我們就成立了一個叫reverse的網路媒體 那這個網路媒體主要是報導一些創新創業創意的一些文章 那尤其我們focus在校園的部分 所以我們其實之前有報導過很多的 像是台大 清大 教大 或者是彰化師班大學 淡江大學 他們學生其實都 現在有很多學生都開始嘗試創業 然後我們就嘗試利用我們媒體的力量 將他們的idea上發 散布給更多人知道 對然後呢 實際上呢 因為我們覺得也有幫助到他們一些 因為我們發表一些文章之後 實際上也有一些廠商在接觸他們合作 對所以我們還蠻開心的 那在經營網路媒體的過程中 其實也有許多困難 欸 就跳掉了 OK 就是 其實最大困難的話就是免費 其實現在網路時代就是免費時代 相信大家在網路的時候 就取得到很多迷樣的檔案 對 就應該沒有人沒有去 沒有下載過MP3啊 或者是電影音樂 剛剛大家都有 那更不用提我們這些這種內容的人 就沒有人 完全沒有人會想要付費給我們這些內容媒體 那 所以媒體經營上是非常困難的 那 我們通常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網路媒體大概是怎麼獲利的 那主要是有五個剛剛跑掉這些一個一個講 就是 剛開始 順孝教授有提到的就是 最常見的就是透過廣告的形式 然後第二種的話是進階付費 進階付費的話就是透過 比方說你要進階 成為會員才能讀更多文章 這種就是進階付費的方式 那另外的話是辦獎座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Mr.6 對 他們就是看到一些文章之後 然後就下面一直推獎座 他們就是透過獎座來賺錢的 然後他們其實現在就 對 好不多說 然後 另外的話就是透過導購的方式 像導購的話可能就是一些 他們在文章中會推薦一些書籍 那他們這些書籍當你購買之後 他們那些廠商就會分論 分一些利潤給這些媒體 對 那另外的話就是評測 有些像是比較常見的app評測 或者是像部落客寫實際 幫商 開箱文那些的都是 其實他們都有付錢給部落客 對 所以主要的我們賺錢的方式主要是這些 那 講完之後 講完這些之後 那如果大家有 就想分享一些小心得 就是大家如果 對於想要經營媒體 或想當部落客 就分享一些 四個自己 我自己過來的經驗 第一個的話呢 是 成功的標題 就是成功的一般 那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得清楚 這四個標題嗎 他簡單來說就是 一大犀牛蜂王 然後就是有一些優惠 那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 藍色標題有四個 那不知道哪一個最吸引你的目光 大家可以自己心裡看一下 那OK 那其實是第二個 藝大樂園現實馬一送一 這個閱覽次數是最多的 為什麼呢 第一個是因為他寫現實 現實限量是每次都能最容易抓住人的目光的一個字眼 那第二個的話是馬一送一 馬一送一其實他清楚的表達文章的內容 他在表達什麼樣的文章的內容 那像是優惠大放送 你就根本不知道 這文章到底在寫什麼 對 所以馬一送一 你就是要在標題的時候 清楚的表達你的內容的精髓是什麼 所以就是 所以到成第二個 第二個標題很容易就吸引住你的目光 然後很快就跳出來 然後就會 訂閱率比較高 那 第二個的話就是 熱門時事 熱門時事 新聞媒體其實很注重趨勢 那這個其實是 你可以利用Google Trend 去搜尋一下 每天的熱門趨勢 那其實台灣比較特殊 台灣的不知道為什麼都是八卦和 八卦和藝人 然後就比較特殊一點 但是也可以看到一些比較 稍微正常 可能像風之谷啊 風之谷我其實也不太認識 對 然後或者是剛剛的藝大 對然後 像是你就可以搜尋一些趨勢 比方說藝大 如果像我們在寫行銷類的話 我們就可以寫一些運動行銷相關的文章 對 然後再來的話是 第二個的話就是 第三個是 讀者分析 讀者分析就是你要了解 你內容媒體 讀者的偏好到底是什麼樣子 然後其實我們就會 這是我們Rebirth內部的一個 監控的一個機制 就是我們可以知道 每一位讀者 他們曾經 來過幾次 那每次來的話 都是讀哪些文章 透過這樣的分析方式 我們可以更了解 我們讀者的偏好 然後去優化我們的文章內容 對那 最後最重要的話就是 你要能留下讀者 那讀者其實可以 其實會從 網路讀者會從很多地方進來 比方說從搜尋引擎進來 從社群媒體進來 從廣告進來 等等 或朋友推薦的 那你要怎麼留下你的 讀者 讓他持續訂閱你的文章 第一種方式 你可以透過Email的訂閱 那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 請他們加入你的粉絲團 或Google Plus的專頁 讓他們能持續 接收到你的訊息 讓他持續的留下 關注你的文章 才能持續的成長 那最後的話就是 網路媒體可以讓我們更自由 更開放 然後讓我們聲音傳到世界 各地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歡迎加入媒體行業 然後Rebuds也有在 招募作者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一起加入 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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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